美国媒体网站CNET2月8日 美联储加息行为再次影响了载融资市场 本周多个基准载融资利率大幅走高 本周15年固定贷款和30年固定贷款的平均利率都有大幅上升的趋势 10年期固定载融资的平均利率也在上升 随着通货膨胀率处于40年的高位 美联储在2022年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加息会增加借钱的成本 并最终影响抵押贷款和载融资利率以及更广泛的住房市场 2023年的载融资利率是继续上升还是下降 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的发展情况 如果通货膨胀降温 利率可能会跟着下降 但如果通货膨胀持续存在 载融资利率将继续其上升轨迹 目前30年期载融资的平均利率为6.63% 比上周同一时间增加了21个基点 15年固定在融资贷款的平均利率为5.9% 比上周增加了13个基点 制征转拜仇 Dept判